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, 这样, 忽必烈统一了元朝内部, 赢了阿利不过 虽然四大汉国就独立了, 但不要紧, 最重要是忽必烈到皇帝 法必烈勝利後,決定搬首都,搬去北京,將上都作為陪刀,致元四年,公元一二六七年,在劉炳宗規劃之下,開始興建大都城,即現在是北京市,致元八年,公元一二七一年,法必烈即帝位,公佈有建國號召, 他取易經中大災前緣,這四個字正式公佈政府的國號叫大元,是中國第一個將大字加在正式國號中的朝代,之前大洲、大廈等,全部的大字都是專稱,大元的大字真的是國號,真有趣 這是蒙古國家由世界帝國轉為中元王朝的分水嶺,蒙古之前對中元的統治以律奪性的統治為主 只有忽必烈時代,才轉型以中國為主帝王朝,和之前的元字還未出現 故此元朝建立在那一刻開始,就是1271年,大家要記住 好,但是如果你不消滅藍宋,你又怎會成為真正的中元霸主? 所以1271年元朝建立後,元世祖忽必烈就開始南下徵宋,那時候南宋由謝太后瑞蓮聽證 但實際的軍政大權長期長得在右城上,因為壞蛋,賈刺道的手裡 在治元11年,公元1274年,元軍佔領宋軍縱陣襄陽,次年假設因為襄陽失陷 圍攻8年,第5年才告訴皇帝,於是被流放後,在流放途中被殺 忽必烈任命中書承相史天澤和書物院士白銀,做元軍統帥 順江南下,兵分兩路向東進攻 至元17年,公元1276年,元軍攻佔宋朝首都林安,即現在浙江的韓州 謝太后帶領著五歲的宋公帝和南宋王族,向元軍統帥 白銀投降,因為和朝臣張世傑和陳怡忠這些意見不合而離開 南宋政府的左承信文天祥,以刀刀的身份,在江西、福建等地 繼續抗擊元軍,最後被元軍將領張雲帆俘虜 元世傑曾經召見文天祥,被勸他投降 還答應是元上衛服職,但文天祥拒絕了 資源16年,公元1279年,張雲帆率領元軍在崖山海戰,消滅了南宋最後的兵力 綠秀夫,挾持著八歲的小皇帝宋友主趙炳,又一提投海而死,南宋滅亡了 元軍於是逐一統一全中國,結束了中國自唐末繁振以來近400年的分裂局面 再次支持,元政府曾經要求周邊的 2008年10月7日晚上10時,龍偉文占士在歷史中環跟大家論盡大元王潮 充滿維麗 充滿維麗 充滿維麗